立法院開議之後 抽葉立委 立拼國會外交 那麼在今天舉行的臺美國會議員聯議會 成立大會上 其中身為第九屆臺美聯議會會長 蕭美琴 他也受邀出席回娘家 蕭美琴說了 在推動外交工作上 他永遠是大家最好的夥伴 對美國外交不分黨派 也爭取美國不分黨派支持臺灣 歡迎第十六屆副總統 當選人蕭美琴女士到現場 面帶微笑走進會議室 專副總統蕭美琴 在新國會開議後首度回娘家 受邀出席臺美國會議員聯議會 成立大會 讓我們歡迎顧院長到現場 不管是不是自家人 蕭美琴伸出友誼之手 和大家親切打招呼 現場氣氛何樂融融 活動開始前 把握時間和外賓們聊上幾句 身為學姐的他也當場傳授經驗 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看到美國兩黨競爭激烈的過程當中 臺灣千萬不能夠捲入 我們要用團結美國各界支持臺灣的力量 讓臺美之間的關係能夠越來越強 駐美三年多 蕭美琴自許善貓在華府穿梭 推動國會外交工作確實將還是老的辣 任何推動外交的過程當中 美琴永遠都是大家最好的夥伴 那我們推動對美外交不分黨派 同時也爭取美國不分黨派的支持臺灣 臺美國會議員聯議會由藍綠共長 現場七十二名跨黨派立委共襄盛舉 立法院長韓國瑜特地現身致詞 將來碰到很多美國國會議員 一定要歡迎他們來立法院吃飯 跟外交部吃飯是黑白的 跟立法院吃飯是彩色 現在的戰爭對坦克最有效武器 是無人機 對漂亮女孩是追求 對國會議員最熱情的接待 永遠是國會議員 韓國瑜離開時 蕭美琴主動起身和對方握手致意 徹底展現爭取美方支持 臺灣也不分黨派團結一致 記得陳明華晃新台訪報導